很多人有的人家人伤亡 有的人家人全毁 在大人来讲真的是心头之痛 没有办法忍受 但是小朋友会不会不知道 台风有多么的令人着急紧张吗 台南狱警通往斗六 唯一的连外桥梁当中 这个中正桥呢 已经被冲到桥墩的钢筋都裸露了 桥面都下沉 整个桥都歪了 但是呢还是有居民一早 圈的小朋友在桥面上面跑 真的相当的危险 而里面的斗六圈 还有130户的住户 上百人等待救援 但是台南狱警通往了 斗六村的唯一对外桥梁中正桥 不过你仔细看 在远方的第三根桥柱的地方呢 已经出现了钢筋裸露的痕迹 由于昨天呢 增稳水库泄洪呢 整个是把它给冲坏了 同时呢 它的基砖也出现了15度的倾斜 整个桥面的下陷的将近 一到两公尺显得摇摇欲坠 真的很夸张 应该是笔直的桥面 竟然变得歪七扭八 底下桥墩钢筋裸露 桥面上的裂缝越裂越大 最夸张的是一早七八点 数十名的村民 就在这围桥上奔跑 赶着上班上课 要上课啊 要上课啊 今天已经请假了 我站走好像还蛮危险的呢 没有办法 这边一断掉就 就不知道怎么去外面 跟外面沟通的 雨停了 居民出来查看家园 桥坏了路毁了 但是有民众就站在围桥的镇上方 相关单位赶来封闭围桥 但问题又来了 这很紧急 这很紧急 对啦 家里都没有人啊 家里而已啊 来救救费人啊 费人没法 那小孩没人照顾 也没法 现在中间没法 为了照顾儿子 辛吉的爸爸想回家 莫拉克重创各地交通 这样的画面全台上演 而目前空情直升机 将空运物资进斗六村 意解燃眉之急 中日新闻韩志新朱显明 台南预警采访报道